《基本法》23條立法 雖然大家都知道《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 香港經濟必死無疑 只不過最終港府仍然提出遠比2003年版本差很多草案 明知重創經濟都要硬離 因為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 就算中國和香港變成了西朝鮮 和今世王朝治下的北朝鮮同樣那麼差都在所不施 而中共三中全會會否討論彭毅援進新政治局 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風向標 雖然《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多元的帝制 但國共兩黨的當權者仍然熱衷於搞家天下 蔣介石去世後將總統的位交給蔣經國 成為百年以來唯一成功搞政權勢集的例子 而毛澤東的大仔有澤東樂為其知名的毛岸英 在韓戰舉變據問因為一碟炒飯而離世 如果不是這樣 恐怕中國都會走向家天下 因為就算毛岸英不在人世 毛澤東仍然被他的妻子江青成為政治局委員 甚至當時江青擁有權力 因為毛澤東的緣故 他不是政治局常委 都比政治局常委更有實權 雖然中共聲稱是一個反封建政黨 但當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上時 任何人都會變成沒有披上紅袍的皇帝 一如英國奇幻小說《魔戒》 任何人帶了自尊魔戒後都會變成另一個人一樣 習近平權力高度集中 但缺乏個人味的又濃郁無人 連毛澤東、蔣介石比他有才能很多 都避不到將權力集中家族近稱成員這條路 習近平沒有個人能力和美激 他走家天下的條路是更順利成章的 因為他不放心將權力交托 在任何和習近平無親無故的人手上 現在就看習近平會不會將家族成員 安插在黨政軍各重要位置 大搞現代的大風中塞的做法 正因為習近平的不安全感 所以他不會理會23條對經濟的破壞 連鄧小平、江澤民、游低的 祖宗家法都放棄 和英國人簽的中英聯合聲明又算得上什麼 甚至在快速通過23條合法之後 就安排軍警大拒逮捕香港人 將任何會威脅到他政權的人都撐走 如果香港那些過剩的官地或住宅 都被政府徵用作集中營、再教育營等恐怖用途 由中國的帝王學討緝來說 完全不會令人感到詫異 因為中國政府的一切政策都為習近平的一個人權的育兒服務 所以外資和香港人撤出香港是必要的 這已經涉及到基本的人生和財產安全問題 西方國家除了要制裁港府以至北京政權之外 更加有必要為和中國的戰爭作出準備 正常追求安穩生活的人 是不會忽視自己的財政能力 發動無民傷害的戰爭 但獨裁者往往熱衷於發動戰爭 因為戰爭可以授權政府作出很多無理的措施 對鞏固權力很有幫助 所以權力不夠的人 往往會將國家搞到長期在戰爭狀態 因為這是對他維持權力最有利 北朝鮮今次王朝就是玩這個把戲 相信習近平都會作出類似的做法 日本、台灣等地一定要長期備戰 思想上也沒有可能像以往和平時期一樣 畢竟眼戰之後的和平雄力已經消耗殆盡 而習近平也都明顯不像一個追求和平和安穩的人 他只是一個沒有做千古一帝的能力 但妄想挑戰秦始皇歷史位置的狂妄獨夫 香港的23條立法 以及彭麗媛有可能晉身政治局委員 以至過去情願談一時的秦剛李克強等人的審秘消失 一切都只是習近平搞出連串政治鬧劇的罪魔 更瘋狂更匪夷可思的事只會陸續有利 用一個派對平常人的思維方式去猜測習近平的所思所想 是很容易出現錯亂錯誤的 而在現在局勢之下作出錯誤寬亂的代價 很可能不是正常人可以負擔得起的 我們要假設習近平為了追求權力不擇手段 為可能出現最差最不理性的情況作出萬全的準備 因為這只是在這個風雲現代最安全穩當的生存之道